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得到心理问题 是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 他没有所谓的任何的困难的承受能力 我来给你打一个比方 一个baby可能刚出生 可能零岁到四岁之间 整体的性格还没有定型的时候 他遭受到很多的磨难 对他来讲他都不会伤心 他就会想办法去拿到他 去得到他要的东西 哭也好 去打人也好 请叔叔来帮忙也好 他会想办法得到的 当他得不到的时候 他就会学到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tasmus 很小他就知道什么叫做 我们要的东西一定要自己去争取 可是你自己去争取 你未必会得得到 他们很早就知道了 你要什么 你一定要自己去争取 而你争取争取 不得到 没有办法 你控制不了 所以就算有很多的事情 没有自己那么的如意 他也是觉得OK的 如果真要教孩子 应该要讲去教 要怎样让父母 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把孩子分离出去 你要关注他 一分根据 一分收获 重点不在于收获 这个收获可能是吃一个简单的饭 可能是给他一个简单的ice cream 重点是耕耘 你没有耕耘过 你怎样知道来的东西不简单 而现代的人之所以会有这种精神分裂的问题 恰恰就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这种锻炼 他没有这种需要为自己爱的东西而争取 而争取不到过后的失望 他没有感觉到这种失望过 也就是因为这样 到了二十多岁 问题来了 他的这个问题一来了过后 可能做了一个工 给老板骂了一下 顶不顺了 哎呀我做得这么辛苦 我一定为你争取 我一定要得到理账 你不给我理账 我算了啦 我犹豫了啦 depression啦 就这样子了 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三十六岁咯 为什么咧 因为父母放不下他吗 如果讲说你的父母 敢再给他去冲一下 哎呀你刚敢去冲 是这样子的啦 你以为做工这样简单 你要去表一下 他可能就不会拖到三十六岁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妈妈的问题 一定是跟他的女儿讲 不用紧啦 压力大 就辞职啦 再找过咯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子讲啦 我现在是跟你们讲 当你们讲到这个话 给你儿子的女儿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 你的儿子跟女儿 没有什么出息啊 因为我的爸爸 每次跟我讲这样子 压力太大 哎呦不用紧啦 先休息一下先 哎呦休息是为了 走更长远的路 妈妈又不是没有钱 给你开饭 也就是我们华人 这样子的心态 我们自以为很疼孩子 我们自以为这个是很崇尚的情操 这个才是照顾我们的儿女 结果换成这样子的孩子 精神分裂的 就算是正常的又怎样 到最后也不把你当一回事的 这个就是我的观察 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的孩子 我的孩子或者是你们的孙子 都可以保有这种犹太人的方式 怎样去对孩子 刚开始的时候是凶一点 可是我们知道 改次他们会感恩我们的 你也不用想到这么远 短时间里面 OK 你的孩子真不珍惜他眼前的东西 你就可以知道了 今天他把饭可以吃完 他是珍惜的 今天你给他一个礼物 他很开心 他是珍惜的 今天中国人 你买一个玩具车给他 这样小两的 我的朋友买的这样大两 你这样小两 买PS1给他 现在还买PS1 人家都PS5了咯 这里的人 谢谢妈妈 我很喜欢玩这个东西 这样我要做些什么东西 来买这个PS1 你要买PS1可以 你要先把我的车 连续洗了两个月先 OK 当他洗了两个月过后 虽然是PS1 他特别的真心 这个就是心态的差别 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犹太人 控制了那么多的企业 因为他们的耐压能力 太棒了 所以我们要学谁 我们身为华人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一点 开始改变 我们是不是要多像这种 culture学习 对我们的孩子 可能稍微强势一点 可是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像现今的中国人 中国人分两种 一个是完全弱势 孩子要什么给他什么 完全是溺爱 一种是太过强势 叫做虎妈妈 太过自傲了的 觉得自己懂完全不东西的 都是分为这两种 如何在强势的当中 也让你的孩子建立一个稳当的性格 这个才是犹太人的魅力 是谁懂得很难道的 去长江兰 我相信那种人是这样的 那些人都会带来